現代感的幾何建築物 剛踏進去迎面而來的服務台 就像來到船艙 連椅子都是船長座椅 抬頭看向天花板的天窗 同樣是船身的五角造型 空間視覺寬敞又明亮 這裡是嘉義布袋港的旅客服務中心 終於在16號重新啟用 慶祝今日布袋港旅客服務中心的啟用 後船空間中掛著馬賽克礁紙逃壁畫 以漁村的鹽田和柯田當作主題 讓旅客認識嘉義布袋之美 不僅如此還規劃出親子區 放上玩具和溜滑梯 讓小朋友等船來也不無聊 另外這邊的提貨區 未來要再進駐免稅商店 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留了一些商業空間 有吃的 有喝的 然後有買的 像我們的農醫特產 我們也可以農來進來這裡 來展送 疫情過後 預估布袋港的旅運量能上看120萬人次 旅客中心也打造出1500坪的大空間 能同時容納2000人 甚至在外頭也設立了計程車共乘區 連結布袋港和高鐵交通 火車站 高鐵站就有共乘計程車 開車這邊有1302個停車格 所以停車沒有問題 大眾的運輸系統也沒有問題 舊盤旅客中心落成後 搭配便捷的交通服務 能迎來嘉義布袋港未來 龐大的觀光人潮 發達新聞 學校主題 陳偉 嘉義蔡王道